同樣也是跟民眾安全問題真有關的 是這個鄉兵工藥区 山西区的慶安救救隊 第二道的新疏忽 說附近的跨度 但要有一個手槳這麼大 而且這個必須看過去 還可以很清楚看到慶安水道的水流狀況 民眾就很煩惱這種情形 我們會做成僵牛當氣危害到 行車安全 每天都會確定當行車輛經過慶安救 刺激中兵工藥区山西区 技術當車每天都會盡控 就選交替第二道 伸縮縫閉開的情形越來越嚴重 去年就民眾向官議員歡迎 當時工藥專家說是自然現象不需要歡樂 但民眾表示必須有越便越大盡控 人家說那是自然現象 伸縮是自然現象 那是不合理的 越來越看越來越看 我們看到底下已經有看到底下的水 水流我們都看得到 這若不早做得好 真的要等待發生意外的事 我們大家再來注意 我們就不合理了 無情必須帶有一個手掌的跨度 在車頭的必須清車看到 叫腳輕軟水道水流的狀況 另外一邊鋼管鑽的負欄 技術因爲伸縮縫的必須加大 來影響到低速提供灶位 技術斷去的盡控 工業區就在工業區都在裡面 所以每一天有很多車輪 上班的人也好 車輪、檔車也好 都在這裡在搞 從去年以前 我們那個發言就說 這個伸縮縫就已經有開啟了 而且現在看 今年又越嚴重 我們連看到連這橋梁這個 已經被撤開了 我相信 這越來越嚴重 有一天到一天 也放下去 車輪到這裡 不然掉下去 就非常嚴重 慶安救世出執工藥庫的 重要救援 公共安全問題 讓人擔憂 民眾希望相關單位 可以盡速處理 在車上面伸縮縫的問題 可擁有讓人安心 大長的新聞 藥鳳吳山西 柴鳳報道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